尊敬的作为法师 作为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上课的时间 做了调整 首先也要跟大家致歉 可能会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那因为最近也常跟大家有谈到 面对境界要清楚 清楚 现在这个境界 是要考自己什么 自己是要放下什么 尤其修行要改性格 要把性格里面 零零角角 或者执着点 不符合性格的部分 要把它放下 所以修行的功夫 不是外在的这些像 功夫再放下 夏老讲到精进 以调服习气 为精进 那陈德自己观察 现在考的题目 是不要逞强 我的性格挺逞强 逞强后面还加两个字叫 好胜 佛们有一句记 叫一切皆考验 跟考题不一样 看而怎么办 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应对 对境若不是 面对这个境界 不知道自己在考什么 虚在从头练 没有过关 得重考 得留级在考 所以不知道 诸位忍者 大家最近的考题是什么 我的考题是考 留得青山寨 我怕没柴烧 因为感觉到了 因为这个身体 也在跟自己说法 课程排在晚上 尤其超过九点之后 这个不容易入睡了 当然这也是可能 讲课是不是太激动了 这个也是要反省的地方 那纵使是太激动了 那毕竟摆在眼前 是这个情况 也不是说你马上就变得 用禅定来讲课 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 要度得量力 来面对 自己所处的状况 所以尽量 把课程调到白天来 调不成的 像一条龙的课程 往前面再提半个小时 这样八点半就结束了 不过说实在的 还是尽量 不在晚上讲 那我们修身 古人常说 纯心养性 修身养性 有提到 要能够耐烦 耐苦 耐经 耐怕 要有这些考验 要有这些考验 自己的 涵养才能纯熟 所以都是要有境界的考试的 那你烦 做大事者不可烦 这一句话 我有一次 刚好写在这个口袋书 口袋书 拿着很方便 放在口袋里 或者放在包包里 当时候在炉江 就送给每个同仁 在每本书后面 写一句勉励的话 刚好有一个干部 他出去办事 办完事 走进办公室 刚好他太太 也在中心 他一回来就说 烦死了 可能出去处理事 不是很顺利 他太太说 你先去抽一本口袋书 先不要烦 他一抽打开来 刚好抽到 做大事者不可烦 烦必乱 诸位忍者 我们两个礼拜 在这个平台见面 这两个礼拜 大家有没有觉得烦的时候 有的话 那功德就烧掉了 烦就是有情绪上来了 我一念春兴起 情绪是春兴造成的 会火烧功德灵 所以要耐烦 首先 互念自己 要耐烦 互念别人 要有耐性 也要耐烦 大家有没有经验 自己跟自己生气 互念自己 要不要耐烦 有童修就有问道 他也很难得 他要效法老和尚 守三个条件 大家有没有守过这三个条件 好不好守啊 我们看老儿上 他老人家讲到了 他老人家守了 三个月 心就清静了 那老儿上的根性 那我们比不上 我们假如不守三个月 我们尝不上清静心的滋味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尤其这个老和尚 跟随李秉兰老师十年姻缘了 这一篇文章 老和尚最主要谈 他怎么学习的 这个对我们从事教学的人 非常重要 一个好的老师 首先一定是一个好学生 那一个老师要教给学生 最重要的是什么 怎么当学生 那我们自己当学生都当不好 你怎么教学生当学生 一个人连子女都当不好 他怎么当爸爸 他怎么当妈妈 这一句君子物本 本利而造成 这个我们前面有探讨过 更重要的 我们随时考虑事情 都是考虑本 不会在枝末当中打转 这是我们学论语 首先要建立起来的态度 所以什么是本 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是本 亲近心是本 这没有标准的案 不要我一问问题 你们就很紧张了 哇 这个佛法没那么死板 经典都有无量意 这叫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学传统要放松 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紧张 心静国土静 信心是本人 信为造缘公责母 三支两是信愿行 信摆在前面 孝卿尊师是本 这答案很多吧 看你用在哪个地方 静业三福 是所有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要修的 这是观无量寿经里面 点出来的 韦迪西夫人 很有眼光 她看了那么多佛国土 她要去极乐世界 佛首先跟她说 三世诸佛 静业正英 所以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这是求生敬主的本 要在这里下功夫 我们论语这一段时间 从父子关系 现在谈到师生 我们先谈师 上次谈的是师之心境 今天进入师之本分 敦伦敬分 很重要 修行人要以这个为基础 不能学高了 学偏了 学玄了 一开口就是很高的 这种空性的道理 讲得人家一嫩一嫩的 结果自己家庭的本分都不尽 搞得家里人都很反感自己 反感传统文化 那这个就以身棒法 这个要慎重 所以印光祖师在文招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 都提醒我们 敦伦敬分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这些话都不能侥幸 不能含糊 侥幸的心就入不了道了 君子居易以示命 居是安住 义是代表什么 你现在是富贵 你行夫富贵 你平静 平贱 行夫平贱 你都安在你的本分 安在你所处的环境 安住 当下 净本分 就会有所提升 我们都想着 我要干这个 干那个 都忽略了本分 自己的智慧福报 都没有提升 那更不可能去承担 更重要的工作 好 那 守这三个条件 那别人守不守 这个我们不着急 更不要去要求 因为这些事是强迫不来的 不要去看强迫别人的事 这叫脑害众生 持心不杀 修食善业 持心不杀 这个杀子就不要脑害众生 我们现在是 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 都在操心别人 那我们提升不上来呢 亲戚朋友也没有办法认同我们 所以我们讲话呢 反而适得其反 这正己而不求于人 这都是中庸教的 先正己提升自己 不要去要求别人 则无怨 我们不正己 要去要求人 一定赶来别人的埋怨 所以亲戚朋友 有人埋怨自己 反求诸己 一定是我们 还是 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太少了 假如我们是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人家不会怨我们 好 这一位忍者也提到了 他要守这三个条件 不容易 他觉得在家庭当中 守很艰难 有时候会产生怀疑 没有信心 其实我们要立行一个教诲 都不轻松的 我们就不说别的吧 就说地之规就好了 要把地之规一句 做到容不容易 非圣书禀勿事 必聪明坏精致 大家有没有经验 看手机 看到眼花缭乱 睡不着觉 为什么 手机的那个频率 那个磁场 就会让 让你的脑子 停不下来 静不下来 大家去感受感受 你听老汉讲经的状态 跟在那刷 手机 一不一样 不一样 你看听老汉讲经 越听心越安定 刷那个手机 刷得心烦意乱 可是又继继续刷 好奇 你看这个好奇心把我们害死了 一看到那个标题 不刷有点忍不住 痒痒的 经一次 长一次 我们为什么每一次都拜在手机的手上 得要痛定失痛 不能再被他控制了 要用他 但不能被他控制了 当然这个也不容易 所以老阿上说我把手机丢掉 老阿上这些话都是重要的提醒 你不突破 不被手机控制 清静心是得不到的 你修十年二十年 原地打转 可能还退步了 修行要自我勘厌 师父领进门 修行要靠个人 不能侥幸 君子居易以示命 小人行显以侥幸 其实我们常常会刷手机刷很久 责任性 责任性太差了 有责任性的人 他每天事都干不完 哪有这么多美国时间刷手机 这是我们住在台湾常常 说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 不过我也有点不求圣洁 为什么说美国时间 这个有机会再来了解一下 哪有这么多行功夫啊 当然也有很有责任的人 也会刷手机 为什么呢 他很有责任 但是不会排解自己的压力 当然我不要讲完 你们都去刷了 不要听错了 这种排解法 效果不差 有时候越刷越烦 但是我们说中述之道 你看别人刷手机 可能你是太苦闷了 压力太大了 先理解别人 不要一开口就是指责的言语 孔子有说 这是论语的话 不然又说我没讲论语了 孔子说 不约如之合 如之合者 无莫如之合也一意 如之合就是该怎么办 该怎么突破 主动 突破自己的瓶颈 挑战 要有这个态度 假如我们没有这种 主动学习 主动突破的态度 那孔子也帮不上 所以孔子说 无莫如之合也一意 我也拿它没责了 因为自助者天助 孔子也好 佛陀也好 老儿上也好 对我们是个助缘 我们自己不自爱 自助 他们这些力量 使不上 所以烦闷的时候 到阿弥陀佛面前 想着 阿弥陀佛大慈父抱着我 我回到他老人家的怀抱 然后就念念佛 你就感觉佛光 铸造过来 你的心就慢慢的 不烦躁了 平静了 其实都是个念头的问题 人会烦 就是你一直在想 那些会让你烦的事 你拉不开来了 你能把自己的注意力 念头移开 就不会那么苦 就是个念头的问题 你可以靠念佛 靠听经 或者靠 比方说我会看 玄庄大师纪录片 看到玄庄大师 那种毅力 那种使命慈悲 一下子这种正气 就提起来 了凡世信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这一句话重要啊 恶主慧可 见到达摩祖师说 我心不安 达摩祖师说 将心拿来 老生帮你安啊 慧可大师找半天 我怎么找不到不安的心呢 找不到他是没有的 假的 你把他当真了 他才控制你 你一提起正念 他就灰飞湮灭了 他是假的 叫忘心 忘假的 别当真 当真了 你就被他控制住了 好 常常要观置在 观置你的自性在不在 不要被妄念分别之主 拉走 好 那 这一位 忍者有提到 他要锁这个 锁到觉得 挺艰难的 挺艰难的 挺没有信心的 不要难过 遇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 很正常 很正常 常常要想到夏年居老居士说的 学到的人要发大勇猛心 立决定制 我一定要把他突破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而要突破的过程 一定会遇到 失败了 所以夏老师不计 成败 败了就败了 刷了就刷了 不要懊恼 有时候刷完了 又懊恼老半天 错上加错 败了就败了 赶快正念提起来 那以前失败的情况 不要落在心里面 不然会很沮丧 我怎么又这样 最有杀伤力的 就是自我否定 现在人有忧郁的情绪 往往自我否定 对自己的身心影响特别大 老婆上说的 怀疑了 没信心了 三崩必现 所以任何时候 不能丧失信心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信心要建立在真理上 然后讲究方法 转念 不要陷进去 沮丧 也不要陷进去 这些 不好的因缘里面 非圣书 丙悟事 这个要做到 对我们现在 所处的环境 挑战蛮大的 所以所三个条件 第一个 只听老人家讲听 那你假如听得不够深入 那你只听一个 你觉得跟老阿上学 学得很深入 你听他讲 有助于你帮 更理解老阿上所教的 都要守 师尘 从名师受见 老阿上是名师 我们的法神会命 不能开玩笑 我们的法神会命 要依止过来人 不能感情用事 我好喜欢谁 我都听他的 他讲啥 我都相信 我曾经有遇过 有一位同修跟我说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蔡老师你讲什么 我都相信 我说你别害我 这些话听多了 就飘起来了 我说我讲的 跟老阿上不一样 你们要互念我 要提醒我 我们一起来守 这三个条件 第二 要看的书 要老阿上同意 意思就是 没有老人家同意的 不能看 我们去刷手机的 这个就没有符合第二条 其实也没有符合第一条 我有遇过 跟着老阿上学 但是呢 好几个老师 都在教他 爸爸妈妈 也在跟他讲魔法 讲了他乱了 不能会通 形成障碍 老阿上说 一个老师 一条路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困扰 这么多长辈 老师都不讲 我有点贯通不了 有点困惑 挺乱的 好心会办坏事 今天你要去护念别人 护念一个晚辈 你得要清楚 现在主要是谁指导他 你要配合那个主要指导他的人 主办圆容 怎么配合 肯定那个指导他的人 教的 强化那个指导的教的 那个主要指导的人的重点 你都没提 你又提了很多点 这些都是 要掌握的原理原则 人情事理 不然我们都帮到忙 第三个条件 以前所学 一概也不承认 这个就是一个归零的心态 什么时候归零 每一次听老阿上讲 听都要归零 不归零 听着老阿上怎么又讲这个了 又讲就是最重要的 你听到老阿上重复讲的东西 要问自己 我做到没有 听东西会烦 知识性的学习多 不是解形相应的状态 不是随文入观的状态 假如是随文入观 那老阿上讲的越多遍 你越深入 越听越有味道 那当然了 大家所三个条件 大家练习复讲 很好啊 那练习复讲就能学整了 所以啊 这个十年姻缘呢 非常重要啊 我们很容易啊 听什么就着什么 听老阿上说的 所有弘法的人呢 怎么来的 复讲来了 用复讲的方式 可是啊 老阿上跟着李秉兰老师 学习的时候啊 不只复讲啊 他要效法李秉兰老师啊 老师一生的行仪啊 给我们做榜样 做模范啊 你不能只有复讲啊 你不学老阿上的行仪啊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要以他老人家为标准啊 学东西 要学立体的 拜托啊 不要学一个点啊 不要学一条线啊 而且复讲啊 是让我们掌握什么 掌握 老阿上讲的 老师的思想 老师的理念 老师教学的方法 你说在复讲当中 在听经当中 掌握住了 在副讲当中啊 能掌握老师 怎么带人出事啊 怎么处理事情啊 考虑事情的轻重缓急 你在老师的教肯定 你在老师的教会当中 能去体会啊 去领悟啊 去领悟啊 那我们长期 副讲啊 有没有掌握老师的思想 理念的方法 这是没法教的啊 你要长期跟随啊 用什么心态来讲 用什么方法来讲 这是活的 活学活用啊 不能死般硬套啊 老师讲一句 我们会讲一句 死的 不能变同的 那当然我们在副讲当中啊 可以拿出一点时间呢 我们现在很重要 要解形相应 副讲呢 是解 解老师 解了之后要怎么样 要行 所以偶艺大师有讲 我们学习啊 有三个问题 要重视 祖师这些都很慈悲啊 祖师的提醒啊 你只要不重视了 你就会陷到一个问题里面去了 甚至就走偏了 好多不好精 那种求知欲啊 喜欢学很多 不专精不深入 搞得都是计问之学了 偶艺大师还有另外一句啊 也是提醒 相互呼应这一句的 学问越多 学得很多啊 我慢越刺 我慢越刺 刺胜 这个我慢的心呢 越增长 我慢越刺 习气越长 离道越远 越学跟道越远啊 好多啊 贪多 脚不烂 所以唯异多文 很喜欢听经啊 很喜欢学习啊 增长我见 你只学不立行啊 增长我见 增长我见 表现在哪 别人劝都不听 另一半劝都听不尽 这就慢性在增长 其实大家冷静想想 最了解我们的是什么 是谁啊 旁观者清 最静的人最清楚 可是我们为什么 最轻的人一劝我们不听呢 因为我们的一个心态会提起来 你又没有比我好 你还比我差呢 接受不了人家提醒来 圣人有说人家比我们差 我们就不听他的吗 圣人没这么小吧 更何况你觉得人家比你差 还不见得 我们学了 着了像 我学佛好多年了 你还没入门呢 这都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冷静想想 人家没学佛的人 比我们孝顺啊 没学佛的人 比我们替人家着想啊 没学佛的人呢 人家比较安静啊 不会像我们一开口就滔滔不绝 停不下来啊 人家还没我们这些毛病呢 我会扎实这题呢 唯意多文啊 增长我见 可惧也啊 要畏惧啊 不要掉到这个错误的方向去学啦 孔子说啊 孔子说啊 不以人废言啊 不应言举人 这个都很有味道 你不能因为听了这个人讲话 哇 他讲得真好啊 来 重用他 太冲动了 你得看看他说的跟做的一不一样啊 才靠谱啊 但不以人废言 人家讲得符合金教 人家讲得符合我们的客观情况 为我们好的要听啊 忠庸说 今天提忠庸提的多 君子之道照端于夫妇啊 你培养君子的德行 从哪里下功夫啊 从夫妻关系 我们真的有德行啊 谁感受最深啊 离我们最近的人感受最深啊 所以连另一半 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认同自己 学传统文化 学佛啊 这是自己要痛定是痛的地方 不能再高高再上了 要忏悔自己了 还障碍了家里的法缘了 所以这三点 第一点 不能耗多不耗多不耗精啊 第二呢 不能 逐末不求本 不能舍本逐末 第三呢 不能求解不求证 不能只喜欢听经啊 不喜欢行政 一部华言经讲什么 信解行政 一定要解形相应的 我们才会有所领悟 有所提振 不立行 但学文只有解 长浮华 成何人 这个慢性就长了 这些句子都不能侥幸的啊 我们真正问自己了 老上哪一句教诲啊 我给他做三个月 中庸讲 回也三月不为人 这个好像是论语的话 中庸是 闲哉回也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而服务师之矣啊 看他得到一个好的教诲 全权福音啊 这个教诲就 跟他融在一起了 他就 马上就去立行了 所以不能求解不求证 那我们副讲完了 可以拿出一点时间来探讨 我怎么去行的 这样才不会求解不求证 要去立行 立行当中啊 大家可以相关 大家可以相关而善 而且那个立行当中啊 要误本 不能 逐末不求本 在探讨的过程都想到 医报随着正报转 家庭是我的医报啊 随着我的心转 真是这样啊 一般我们 劝家里的人 劝两次 劝三次 他不听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忍不住了 然后就开始说了 我跟你讲好多次了 就发火了 一切法得成于忍啊 你讲了好几次 一发脾气 前功尽弃 这个我们自己要去感受 感受啊 你感受到越深啊 你就 不做傻事啊 你就不在那个 恶性循环里面转了 你就想跳出来了 比方说 孩子十几岁 青少年 你劝 劝他好几次 衣服不要穿那么短啊 劝了几次了 又看到他穿短了 就骂人了 我请问大家 骂完呢 骂完他穿 他不穿了吗 他越穿给你看 因为你是用脾气对待吗 感得他什么 他也用情绪对待你 你忍住了 你没有发火 你不讲他 他有优点了 你赞叹他 说实在的 你不讲他 孩子会想 哎呦 我妈妈居然没骂我啦 没发火啦 哎呦 有改变喔 而且他知道啊 你知道你还不说他呢 对他有一种 无形的威慑力 你们有没有经验 比方说另一半知道你错了 他没讲你 你还常常 常常在看着他 他怎么都没讲我 你不会 再犯那个错了 因为他的那种威慑在那里 所以了凡世训讲得好啊 这就是人情事理啊 学佛就是学人情事理啊 见人过失 含荣而掩复之 你不讲他 还给他台阶下 他更感动 依则令其可改 依则令其有所顾忌不敢重 你知道他问题 你还不批评他 见他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凡然舍己而从之 你去肯定他 去成人尊美 他有很多缺点 你都不讲 他一点点优点 你就站站 他就不好意思了 他的善根自然出来 善根不是被我们骂出来了 被骂出来了 有了 古代的人 被骂开悟的有啊 那是禅宗的根性 一被老子贺 贺之 一贺 开悟了 我们现在一贺 糊涂了 恐惧了 没信心了 那我们还是继续贺 那叫断人会命 所以老和尚说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逼批评造成隔阂了 人家一看到你 你就是批评了 他就怕你了 他不愿意清静你了 鼓励激发潜能了 给人家信心力量 激发人家的潜能 所以格言别录说 溃之 小人可使为君子 击之 君子可使为小人 我们常常忍不住 就骂人 就批评人 君子都被你搞成小人 你做到 你看你忍住脾气 不批评 人家有好的 你就赞叹 人家的惭愧心 自然就升起来 小人可使为君子了 我们最近常常探讨两个字叫相应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那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要跟普贤行相应 要理静诸佛 你把家里人 亲戚朋友的缺点放在心上 你就理静不了他了 你就常常忍不住了 就骂人了 第二 称赞如来 你没有理静 你很难称赞他 好 所以这个 人情事理重要 这些人情事理 你长期听老上讲经 你用心去体会 你去学到 你看老上 他都给人家留面子 都是在讲经的时候提醒人 这都是人情事理 当然真的遇到 肯接受的学生 那是直言不讳的 当头棒喝都有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什么话你都可以给我讲 那是自己的感觉 真的别人讲一句 你就解释三句 你在解释的时候 你自己也没感觉 你习惯了 都觉得自己可以讲 你们可以讲我 没有观察上 哇 我有一次提醒一句 他给我留言 二十分钟 你说我下次还敢提吗 不敢提了 我试那么多啊 我试都处理不完了 当然那个不能攀缘 老上说的 二十岁以前可以讲 二十四岁 到四十岁只能暗示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 这都是人情事理 除非他四十岁以上 你给他提醒 他马上就接受去改了 这是真正向道 你给他讲了 他不只没有解释 跪下去磕头了 那可以讲 当然我这么一讲完 可能很多人一讲完就磕头了 那就做样子了 那你就要看他磕完头 有没有做了 所以我们学东西 不容易 你要学的是 善知识的整体 你不能抓一句 就执着那一句而已 其他都忽略掉了 好 我们今天进入诗之本分 第一个谈的是教学内容 执以示教 文行中性 我们翻到讲要三百零一页 这个学习的内容不能错了 甚至次序 这个我们都要懂得 这个说法有不少 我们看这个三百零二页 解释的倒数第二句说 先如啊 或以仙进篇四颗对照 文是文学 行是德行 中是正式 性 性是言语 当然中性二字 在论语当中 出现的次数非常多 出现多啊 这是修学的重点 中性是一种动力 你对自己的本分 你对自己的本分很敬忠 敬己之为忠啊 或者你信我承诺的 讲出去的 我一定要 完成这个诺言 哇 那你会觉得 二十四小时不够用 你更不可能呢 去 出头时间 所以有中性的 存心的人呢 他不会懈怠 所以他是一种动力 我最近刚好 跟一些年轻人 那天跟六个年轻人交流啊 在课程当中 居然有两个人 分享到说 我最近啊 有时候会发呆 我一听说 发呆这两个字啊 好像离我很远啊 还有时间发呆啊 我还见过啊 听经可以听到发呆了 魂跑出去了 往往啊 这种愿不够强 责任心不够强 我们真的想着 众生无边事愿度啊 哇 我要去利益众生啊 我得有本事啊 是吧 我们今天知道 教学的内容 德行 言语 正事 文学 知道了 接着呢 我得自己先学了 不然我怎么教啊 哇 德行也要提升 言语 也要下功夫 办事能力 正事 我现在事都办不好 我怎么教人家办事啊 文学 你真的想利人的心 是真切的 你误识一秒钟空过 误识一句话空说 该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待会儿 再举理老 他指导我们 要读哪些书 哇 那书当你一看 开始安排时间 这些都要学 好 这个是 学习内容 也有同修问道 这个圣学根之根 与世书之间 如何取舍 时间上的分配 以世书为重呢 还是分年龄阶段 这个首先 一老让教的来判断了 先学 根之根 先学做人 再学做事 做事是四书五经了 再学为正 全书之要 但是大家 但是大家不要一听 又听了 执着了 现在小孩子 现在小孩子 圣学根之根 不能讲 论语 那就太死板了 你以他为主 比方说 圣学根之根 有弟子规 弟子规 说见人善即时即 那你不会顺便讲一下 论语有说 孔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吧 弟子规 这一句 就是从论语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们听东西 很容易作 搞得自己很死板 也很辛苦很累 比方说 老儿上讲过 都把老儿上搬出来 明明是自己的执着 都把老儿上请出来了 老儿上说的 不到三四岁 不用讲解经文 那是指什么经 是指比较大部的经 像五经这一类的 四书五经 那那个解是什么 是给你讲整部经 这样讲下来 不是说四书五经 一句都不能提 一句都不能解 你都把它听死板 而且 这个小朋友七岁八岁十岁 有时候你发生的事 刚好跟四书五经 哪一句经句相应 你只要解的 让他理解 他就印象很深刻了 他就不会忘 道听读说 得之气也 那他可能 有同学刚好听什么 就回来讲 道听读说 把那个害处 见未曾 勿清眼 知未敌 勿清传 是吧 这可能都是他每天 发生的事 你都抓住这个机会点 教他 那 这个就看年龄层 而且你说 慎学根之根 有时候就执着在净度 哇 赶快 几岁之内 要让他们完全被挽 那这只有看到净度 没有看到孩子的吸收程度 孩子的学习状态 你就一直赶净度 赶着他学的 没快乐 有压力 很痛苦 最后就反感 我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 特别会偷精子 他有这个天分 走到人家家里面 他就可以找到精子 结果有一次 他到了大户人家 白天 光天化日 他去偷 就被人家抓起来 结果到衙门去 这个 现太人 很纳闷 你怎么白天去偷呢 你没看到旁边很多人吗 他说有吗 有吗 我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精子而已 我们有时候 一直做什么 如入无人之地 其他的都管不上 这种执着境 就是我们修行的 要放下的重点 所以都要看孩子的学习状态 知其心 很重要 了解他的状态 要让他学得安定 学得欢喜 你这样才能带动他 好 这个原理原则 还要因财施教 这些都是不冲突的教诲 那就 这个内容 我们在延伸 李老一些 交召 李老有强调四科 医约 研经 研究经教 研究经教是明理 明理 你才有德行 知道怎么做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才是对的 你不读经典 不知道怎么做人 做事 这个也是德行科的重点 第二是言语 第三是文章 第四 约办事 这一段文 叫四科举药 一约研经 二约研语 找得到的人者 可以发上去 三约文章 四约办事 研经可以执德本 执众德本 要先明理 我们研经了才知道 五轮八德 福效 德之本也 佛三藏十二部 皆当言之 而贵能得其子 你能掌握这一部经的 主要的宗旨在哪 比方说无量寿经 宗旨在哪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宗旨要掌握出来 这就是修行的核心 比方 我们学诗经 主要的宗旨是什么 温柔敦厚 诗教也 言语柔软 含蓄 你才学到诗经里面的重点 你看诗经第一首叫什么 观观居咎 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你看这言语多含蓄 我们现在的人就 你太好色了 啪 一下子就 直接就给他冲过去了 害人家面子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可以人而不如鸟夫 是吧 很含蓄 那是大学里面的句子 公简庄敬 礼教也 这个五经里面有礼 这个 这个 礼经 周礼 以礼 礼记 这三礼 教什么 恭敬 庄重 节俭 那我们真的掌握了 礼者 敬而以以 要恭敬 大家一 想到这个 恭敬 马上有没有想到佛门的 什么 礼 敬 诸佛 是吧 我们那一段 老上的开示 对我们学礼也有帮助 老上说 我在这个讲堂 讲了很多次 我们天天演练 有 有的把 谱贤实愿 当早晚课 每天都念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把他当唱歌 做到没有 完全没有做到 诸位想想 尤其是出家人 哇 这个 像我们出家人 万分之一都没做到 这里面我们有没有学到 大家不要一听这一段 那讲出家人的 不是讲我的 学东西要学立体的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老儿上骂出家人 骂得 严格 这就是人情事理 你的孩子跟人家打架了 先骂谁 你骂自己的孩子 但是人家心很平 而且爱之深 折之怯 恨 也不成钢 你真的能体会父母老师的心 老儿上骂的话 都放在心上 不能再让他老人家 不能再让他老人家 白提醒了 当然 诸位同修 在家人听到这些句子 心上不要放 心上一放 我们提不起 对出家人的恭敬 对我们就有不好的影响 毕竟我们要恭敬三宝 他献这个身相 我们就礼敬这一点 他有发 赫诞如来家业 这都很难得 修得怎么样 那这个我们不要去管 我们礼敬 他是注释三宝 而且呀 福田靠心根 其实一个人 你面对的五轮关系 缘不好 对你福慧增长 一点障碍都没有 大家要看清这个事实 我们往往什么 他也没做得很好 所以干嘛要求我 这叫耍脾气 这不是修行人的状态 我们都有一个逻辑 他要对我好 我才对他好 这叫什么 这叫厉害呀 君子要以什么为标准 义 君子义以为直 这都是论语的教委 最重要的本质就是 重义 义是什么 中庸说的 义者 以以 以也 以就是事宜 应该做的 所以五轮本分是 应该做的 不是谈条件的 他要对我好 我才对他好 他要先给我道歉 我才给他道歉 五轮关系 别人对不对 不是最重要 自己要先做对 今天 你面对的领导 修养不好 你还恭敬他 哇 你这个福修的大 难行人行 所以反而是他给你送大福来了 你自己不是福报 我们举一个例子 顺王 他遇到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子 父亲 后母 弟弟 要害他 他不止没有责怪 他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最后他吃亏了吗 一点都不止灰 得为圣人 尊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他的 他的善报 诚信给我们看 还辟应 几千年的子孙 哪有吃灰啊 所以啊 修行不能太计较啊 过宽心量啊 用善才同志的心啊 这些境界都是来成就我的 都是送福报给我的 老上讲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真的有恭敬心吗 华言里面讲的 礼敬诸佛 是包括 情与无情 华言经讲 情与无情 同源 总自然 无情是一切物质 我们对他有恭敬心吗 我坐在这个讲台上 一大堆的水在那个地方 没有去把它擦干净了 就不恭敬了 香炉 那台 佛像 没有白整齐 都是不恭敬 对于一切物 整齐清洁 是礼敬 如果再造你的疗法 那就不能看 那这礼敬诸佛 怎么修的 当然 这一段念完 要求自己 不能脑子里一冒 谁谁谁 功于论人者 察己必输 精神都看别人 要看自己就难了 中树之道 自己做得不错了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所以 每天早课唱一遍 晚课唱一遍 寒山使者说 喊破喉咙也枉安 没去做 所以这个 学礼了 恭敬一切人事物 中国古人说得好 一事之不治 何以国家天下为 事呢 是你自己住的房间 你自己房间乱七八糟 还谈什么 什么都不要谈 你修的礼敬 到哪里看 到你房间去看看 就知道了 你那个礼敬的功夫 做了几分 这个礼敬 不只是 房间 还有办公室 还有像厨房 你不恭敬 把它整理好 那煮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有加味道了 可能有什么菩萨 走过去了 这个办公室 公约 李秉兰老师 也有知道 这个都很值得 我们照着去做 视为上下 一律 清洁 环境清静了 我们的心也会觉得很爽朗 很有精神 器具整齐 不离原处 用完要把它放回去 尤其一般公司是大家一起用的 比方说共用的这些剪刀 用具啊 你拿了没放回去 人家临时要用 你又不在了 这个给人家添很大的麻烦 事按次序 今事经办 哇 现在 我感觉 这一点我做得不好啊 事情多了啊 你没有当下去处理啊 一回来 忘了 所以这个经事经办 还是很重要 有时候 这个同学写个心得来了 我一看 哇 怎么这么长啊 明天再看吧 结果一明天忘了 那他写给我看了 他很期望啊 哇 他在那里等两天 三天 法师怎么不理我啊 他就很难受 哎呀 这个 我就造业了 所以这种办事的 这个方法啊 要讲究啊 不然真的会脑害众生 所以一般的 有些是留语音的 那你听了 可能听一半了 要去办事了 你刚刚听的重点在哪 你要马上写在手机上面 然后一回来一看 知道了 赶快去处理 都要记录下来 不然有时候真的 一忘了 到时候 这个 失信于人啊 或者给对方很大的烦恼 这不是我们愿意的 当然再来啊 我事太多了 是不妥当的 我得调整调整 这个可能是我 接下来的考题了 现在的最主要考题 是留得青山寨 不过呢 事情调整啊 跟留得青山寨是一不是二啊 我调整好了 授权下去了 我就不用伤那么多神了 也不用吃那么多人参了 等一下 我人参很多了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啊 这个 很多药材都被我放坏掉啊 我很难过啊 这个 大家好好念佛 好好听经啊 这个我没什么毛病啊 我就是缺觉啊 我就缺休息啊 我没什么大问题的 这真的 这几年了 太逞强了 太拼了 各副专责 互相协助 都有主要负责的事啊 但是呢 有需要的时候会互相协助 这个叫分工不分家 甚至于什么 有时候 对方刚好家里紧急有事了 他的事你还可以去补胃 这个叫危机处理的机制了 所以可能一个工作啊 两三个人都能处理 这样就能应变了 爱习这个公物体念思神 因为像我们传统文化的单位 很多是大众支持的 体念布施的人都不容易了 都是他们的血汉钱 都是他们的血汉钱的 所以 李老的教导了 一块钱当十块钱用的 能审则审 当然不要听执着啦 又在不该审的地方一审啊 就麻烦了 比方说 这个人才很重要啊 但是你给他的 这个 薪资 他照顾不了家 他就得走 哇 他待了三年五年啊 他懂的那些能力啊 对我们弘法是很关键的 他一走 又一个新的人来 又从头在那摸索 你就省不对地方了 一个团体里面 排在第一的是人才 你要安他们的心啊 安他们的家啊 所以这个一直走啊 这个节俭也会执着出问题来 都是活的 不是死的 伴佛家事 吉事益众 我们伴传统文化 伴佛门的事 都是利益 广大的大众 我们参与其中 比方说 这个听打一个稿子 那这一段稿啊 假如以后有一百万人看了 那参与的就跟一百万人结善缘 你这一辈子要跟那么多人结善缘 这样的机缘是不多的 当然 这个听法都不要听执着 有些我们传统文化单位 高高的 给你机会做义工啊 这个又错了 所以难了 不善用心都会偏 所以这个 陈德最近有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有年轻人问 这个传统文化单位 流动率很高啊 然后呢 反而是厨房基层的人 奉行老婆上讲的三根 高层都没有奉行了 这些问题啊 对我们都是一种警测 不管我们处在哪个位置 从中得到启示了 好 哇 这个 我们从严经贵在得子 就是老儿上办内典班 八个学生 提了八个 刚领 学习刚领 这八个学生 后来成就都很高啊 这个 这个 果青律师 这八个学生 其中一个 这个 红明 学校的创办人 连女士 是八个里面 两个女众 其中一个 所以教学生 再经不再多 我们讲 谁缘呢 那个成熟的缘呢 你掌握住了 那一个学生以后 都可以利益一方 那李老提到 假如我们没有办法 儒家十三经 佛家三藏十二部 都研究的话呢 则 论语 弥陀 二经 列首要 你世间法要懂论语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初世间就是 弥陀经 我们现在有 会几本了 无量术经了 办事 真 福会 会办事 善用心啊 每办一件事 福会增长哦 凡利众诸事 均可为之 而必也 通达人情 你要通达人情事理 才能把事办好 故于监独二十五史 独立史 人有见事 会办事 自食货 不挤 时间 时间没那么多 我们一看摆了二十五史 头都大了 时间不够 则 欲批 通鉴 极揽 唯不可少 这是二十五史的精华 而且还加上 有皇帝 批注 再来 言语文章 是应试工具 我们在世间跟人相处 少不了 言语文章 诸位忍者 你们最近有没有写文章 没有 你发短信 不是这文章吗 比较短而已 这个是每天都要用到的 言语文章 一要有秩序 一要能畅达 要通顺 而且要把意思讲清楚 则古来诗文佳作 尽令营有 若苦其犯难 还是太多了 则月为草堂笔记 甚可参考 这是很好的古文 那我们再加上 这个老和尚的指导 你看李老那时候指导了 我们现在的程度 你现在把二十五史翻开 不一定读得懂 文言文的能力要加强 所以文章方面 被古文 被什么古文 映光大师文操 你拿几篇看了 哇 这些意理太受用了 你多读 文言文也会增加 水平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河 这个就是印竹的开示 那古文观子 也可以选几十篇 好好多读诵 正式 可以读群书360 内容没有那么多 而且还有白话注解 看起来没那么困难 言语啊 除了学论语啊 这个格言别录啊 不多 里面都谈言语的修养 陈德有曾经讲过呢 言语的修养 好像差不多八个小时吧 里面很多都是演格言别录 红画社 有出格言别录 白话 赏西 这本书非常好 免费结缘的 大家可以 去申请 那德行方面呢 我们首先呢 扎三根 尤其太上感应篇 汇编 辱世道尔的注解 都在里面 大家也很厚文 陈德有讲过一遍 挑里面的重点 但是也不少集 好像有四十多集 四十六集 大家可以参考 如是四者辈 言经 言语文章 还有办事 正事 四者辈 而后可以红经 可以护法 所以红护正法 这些方面我们得积累上来 不然我们一红一户 都照自己的意思就麻烦了 本来可以 积无量无边功德并照业 然此事 能得通才 故罪为善 这四方面都 挺强的 不可多得的人才 否则各专其一 就是你专一项能力 比方文章特别会写 刚好团体里面遇到写文章的事 你就出得上力了 比方像成者 成者是 这个文章不行 办事 也 还很不足 这个目前还出得上力 当然也还讲得不好 这个言语先迹次序 这个表达还要练得更纯属才行 那我专攻这一样 讲课 大家能力互相配合 把公交的事处理好 所以各专其一样 和和相配 一堪共相胜举 这个有心人文之 素姬有以劝者夫外 就是说大家听完了 某些方面能力 我下功夫 就可以为大众来服务 为团体来出力 我们的孩子从小都在这些方面积累 以后可以出上很多力了 今天时间超过了 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看刚刚提的内容 大家注意听哦 刚刚讲课的内容哦 大家不要一激动啊 要提其他的问题啦 不是不能提问题啊 其他问题可以 另外时间再提 不要一冲动啦 就顾不到当下的姻缘了 一直 成病啦 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安排时间回答问题 或者你那个问题递上来啊 我们刚好讲课的时候相关了 真的就会回答了 假如你这个事很急啊 请标上五颗星 极见 那这个呢 不用等讲课了 那就录个音啊 可以解决了 但是你要真的是五颗星的啊 极见啊 你不要啥都找我啊 那我啥事都不用办了啊 我还有好多书得读啊 大家互相体调一下 其实啊 你自己领悟出来 怎么解决是最好的 你常常都想从别人那边 得到答案也是一种习惯 自己悟出来的 其实我们已经回答问题了 二十几次了 回答了多少问题啊 超过五百题啊 是吧 那五百题有没有跟你相近的问题啊 我想可能是有了 你去找一下 其实说实在的 你把相关的字啊 你的问题相关字啊 打上老和尚的法号了 可能在他老人家的佛学问答里面 都有了 我也常常跟大家说啊 你就记住 菩萨是德 掌握这个原理原则 任何事你就会处理 你掌握坐之君 坐之清 坐之师 这君清师的精神 你就会发觉啊 我有哪里坐得不够 我下功夫 因为你说处理的事啊 是依报 我们的心是振报 我们的心一直在调整自己 反省自己 家庭啊 团体就开始转变 自他不饿 好 看看有没有针对今天内容有不了解的可以提出来 哦 或者讲的内容啊 对 刚才有一位 刚才有一位 你要是可以看到 陈 陈 陈 对对 举手了 有请啊 没没看到这位陈 他放下来前面有举手 他叫陈什么 因为色是陈没有看到他 没关系 没关系 可能下去了 陈师凯 没有问题 别想问题啊 那陈思凯 好 许杰学长有请 有请 阿弥陀佛 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学生想再问一下 刚才老师在讲那个孔子那个《四世》的时候 讲到不知道是讲到哪一个言语 正式 你讲到有一个 您讲了一本什么书 我们来自这记 好像您讲了四十几集 四十六集是什么 这一本什么书 是我们提到说德行啊 老师强调扎三根 扎三根里面太上感应篇 汇编 那因为汇编很厚啊 那我们有挑里面的 意理跟故事 挑了一些部分 大家可以做参考 好 正好这个德行没进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有请 刘晓萌 学长 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刚刚在讲课的过程中提到 就是说 学习既求多不求精 应该是这个 好多 好多 不好精 自己修学 我感觉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其实也不是那种 特别喜欢学很多的人 之前十年的时间呢 基本上就是只听 戏讲 就是您那个戏讲 弟子归幸福人生 还有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还有就是 基本上就是 就是听您的三本书 然后会读一些那个经典 但是可能以前那个学习方法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问题 就是副讲 我感觉我刚遇到传统文化的时候 为什么会学呢 就是因为它能解决我人生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可能我们之前所学的那个方法呢 就是也不解决于你人生的问题 然后就是要 一直让我们要办一个传统文化的学校 办一个一条路的学校 然后呢 要复讲 培养我们成为洪护人才 就是没有解决我人生中的问题 就是 我不知道能表达清楚 然后 反正这十多年 我感觉学的也不算多吧 但是 让我就是学的 有点乱 我感觉我的目标挺明 清楚 我觉得我就是想往生净土嘛 然后 但是呢 之前也提到说是传统 传统文化需要人 然后我们让我们出来就是 要做传统文化呀 做义工呀 反正这份就好像一直也没有捋清楚 然后现在 现在是跟上 以前是接触不到你的课 就是现场的课 直播的课是接触不到的 呃 现在接触到了 又感觉好 好多呀 就是 在我的脑海里 老法师说过 说要扎三个根 一步无量受精 一句佛号 求生净土 我 我只有这么一个思路 但是现在感觉好像 呃 我感觉我论语 我也没学明白 呃 然后也跟着那个《一条龙》 那个课 呃 还跟着那个赵老师 那个课 但是我就感觉有点 我自己感觉有点乱 我不知道是 怎么 我也不想学很多 但是我 了解 了解 然后一步无量受精 教学 我还是跟上现在的课 我有点弄不清楚 好 这个学习啊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了解自己的状态 你自己要觉得学的得力 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定完全一样 那像 首先呢 你在学习呢 你要掌握刚领 五轮八德啊 这是刚领 五轮八德是刚领 好 那 你假如掌握了这个刚领啊 你听每一堂课啊 就是让你 五轮八德的异理 了解得更深 了解得更广 那你都没有往深处去领悟 那就是说你记了很多东西 那你越记越记 你也会忘 那你假如没把它用出来 你的领悟要再深入也很难 就解形要相应 所以你看 我们学论语之前 为什么 我们先谈了什么 学论语应有的观念 态度 那像解形要相应 这是我们强调的 掌握刚领 这些都是我们 在学习之前呢 要建立起来的观念态度 那像 刚刚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副讲 你副讲 要以 你是跟一个老师学习 那 这个老师的 一切行业 我们要照着去做 你看 老和尚跟李秉兰的老师学 那 这个 都以老师为榜样来效法 我们的副讲 都副讲到 寄这些东西去了 你学到相上去了 你真的副讲是 副讲从内心讲出来了 那 比方说我们副讲 老和尚这些 太上改善篇 我们副讲 我明白的 这些义理 我就要去做了 甚至于我副讲到 我在处理事的时候 我会去思维了 老和尚会怎么做 老和尚是怎么教的 因为你最熟 你领纳在心上 所以 等于像陈德是 接触老和尚之后 就听老和尚讲经 听了五年 后来就去了海口 去了海口 我负责一个单位 会遇到很多家长 学校老师 他一问我问题 我就想到了 老和尚教的是什么 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这些教诲会起来吗 好 那你 比方我举个例子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大家有没有印象 后面有一段内容 怎么对人 怎么对事 怎么对物 这个 牛学长有印象吗 麦克风好像没有 没有开 我有给他看麦克风 现在可以了 好 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没有了 完了 我花了好几几点了 其实我也知道 我自己 学了很多 但是完整的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提不起来 我自己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带我们的老师 他也给我们说这个理念 就是说在生活中遇到了要提起来 但是好像好乱呀 还不是事情很多 就是可能我现在是 我就是说得重新 重新就是 得熟悉 还是整一回事情 了解 所以这个 这个就 可能也 反映出 我们现在 可能要 带 手把手带 比方说 遇到什么事 可是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 经教怎么用 那这个就可以探讨 实际的例子了 你看我们回答问题 不都是用牢上教的经教 来处理吗 但这个真的还是 去行很重要 行才能帮助我们 解得更正确更深 你的受用才会大 你每天都在落实 怎么带人 怎么爱静存心 怎么念念为人想 你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这个心境 你很容易提起来的 处理事 你心中都有 佛法 都有经教 你会越用越活的 我确实没有 还是没有 就是深入一步 因为我就根本就 而且学习 学习 好像我们 林医奖要也强调了 博学于文 约之以理 这个博学于文 是一步学完了 再学一步 这样会比较容易深入 所以现在要回到 你自己学习的状态了 你假如听太多课 你不受益 那你可以专注听一个课 你自己的状态 你自己要清楚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你假如说 我现在钻 比方说钻地质规 钻太上感应篇 我听其他的课 都会帮助我对地质规 太上感应篇的意理 了解得更深广 你听这课就没问题 你只要听了之后 反而解形 更不得力 那你就要调整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这个不能看别人 别人都听了 我打肿脸充胖子 这样不好 那像 像我们当时候是老阿上 讲的 我们车上听 一有空就听 像我有一段时间就是 在坐车的时候 都是听太上感应篇 就一直 一直深入 深入一部经 有一段时间 了凡视讯 凤凰卫视 二十集出来了 就专注听 好 这个也讲到了 老阿上跟着李老师学 他是藏随重 老师讲什么 他去听什么 有台上的 还有台下的 是吧 他最重要是什么 他把整个老师的思想 理念 老师怎么用佛法的 他就在听的过程当中 他去领会了 他掌握住了 这一段我们今天课程也提到了 你学老师是学他的立体的 不是学片面的 好 谢谢 牛学长 时间 还有一些学长是在这个chat里面提出来的问题 您看今天要回答吗 比如说有一位问 有一位他问 学习传统文化 只学弟子归可以吗 这些先英学长提出来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老和尚有说只学弟子归就好了吗 但是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专注学弟子归 但是你不要又执着了 别人一讲话 我不要听 他讲的不是弟子归 你要啊 善于去体会 任何人讲的话都跟弟子归有关 我就曾经处在 我听什么都是弟子归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天要讲弟子归 所以那段时间我一门深入 连看人家走在路上 的行为都是弟子归 比方说看着一个妈妈 带着一个小孩 在那吃甘蔗 我在楼上看下去的 这个跟我讲弟子归有关 深叫 你看妈妈往右边吐 孩子就往左边吐 家庭教育 你看这样怎么教的好 见仁恶及内省 这个就提醒到自己 一举一动都会给孩子 会给学生影响 好 你们现在可以考我 比方说遇到什么事情 这个跟弟子归有关吗 我跟你连一连 不要小看一部经 你看了凡事讯 它是一部经典 你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在里面 比方劝发不利新闻 它也不是很长 你只要把这一部学通 那个意理你有领纳 任何问题你都能解 一精通一切精通 这个很有道理的 好 我们最后一位 你又关上麦了 好 请打开 好 尊敬的师父 阿弥陀佛 师父吉祥 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师父 慈悲教诲 开始教导 今天听到师父的这堂课 学生有一点体会 也有一个问题 也是结合最近的 遇到的一些静缘吧 就是这几天呢 学生也跟几个一块学习的 几个学长吧 就是在一块探讨 就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应该说这几天吧 听到这么一个 算是学生来说 是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这个记者吧 就是采访 就是在路上采访 好多 就是我看的那个画面里边 是好多大学生应该是 基本上都是戴着眼镜 看着是非常有文化的 就是这个记者就采访 他说您知道孔子姓什么吗 您知道孔子姓什么吗 就是一路就是采访完了以后 就是就是这一段视频 就好长啊 采访了好多人 但是没有一个 打出孔子姓什么来 就是当时我们几个 几个人就是 遇到这个问题以后 就是我们当下就是第一年 我们就是反观 假如说这个记者问到我们 我们知道不知道孔子姓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当下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惭愧啊 就是我们第一感觉就是 哎呀你看我们 学了这个这么长时间的传统文化了 我们一直在听 真的是这个老法师啊 师父上人的这个这个经教啊 当然我们是以大经科主为主 但是老法师也是这个 让我们扎三根嘛 就是说传统文化 跟佛法是一不是二 然后我们要从这个基础上啊 去这个例行 把这个人根扎好 但是我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是当时 我们就是惭愧到 我们作为阎皇子孙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 我们的至圣先师 就是传承我们这个 中华五千年文化的 这个至圣先师 他到底姓什么 他的这个家世 他的也可以说 就放到现在的话来说 是一个个人简介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作为一个后辈子孙 阎皇子孙 我们作为一个学习 圣贤文化的这个学生 就是后辈啊 不知道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又又又这个 就是就是探讨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吧 就是又这个想起 就是这个师父 在这个讲课的过程中 讲到的啊 这个目前要目其心 那我们作为这个 就是学生 我们对孔老夫子 姓什么 不知道 但是我们这真的是 非常惭愧啊 也也讲也这个 就是慢慢的去融入啊 师父在讲经 这个过程当中 讲到的 我们老法师 他对老师的这种态度 然后老法师 这个时候又又又去 就是融会到 老法师讲 这个像老法师的老师 教给他 你要学佛 你要去先去了解 释迦摩尼佛 那我们现在 也作为中华民族 阎皇子孙 我们对我们本土的文化 我们应该先去 这个就是去 去深入去了解 那我们就是 深入了解这个文化 传统文化这个老师 我们不知道 当时我们分得 非常惭愧 我们当时就想 去查一下 这个关于孔老夫子的 这个姓氏 这个家族 但是我当时 我们毕竟 就像前面那个学长 说分享的一样 就是毕竟是 四十多岁左右 才遇到这个圣贤文化 也不知道怎么学 但是这个时候 我就感觉就是 刚才就是 就是又体会到 就是师父在 平常讲经的时候 就讲到 这个要善用其心 学圣贤文化 要一分成经 一分利益 可能就是我感觉 就是这个真诚心 你确实是想去求解 这个时候又体会到 老师在弟子规定 讲到了这个 救人问求缺义 那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现在 我们需要去深入 就是在深入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有新的体会 然后我们可能 就是有这个心吧 然后结果就是那一天呢 因为我周六这一天 要去我们这个 这边有一个佛堂嘛 就是要去这一天班 有一个就是专门 这个流通法宝的 这么一个仓库啊 有结缘回去的 就那一天 就突然这个 孔子圣迹状啊 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然后我当时 我非常就是感觉 这本书可能就是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打开第一啊 就这个孔老夫子了 就是他这个他父亲 这个苏良河 然后包括他的外祖父 严氏啊 就是我当时看完了以后 就是这一段啊 就是立马就是又体会到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两份私讯上 就是有一段第三段里边 吉善之方 就是说这个西严氏 以女弃苏良河 就是读了 就是通过去了解 孔老夫子的姓氏啊 然后再去深入了解 这一段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看这个 了解私讯的 就是这一段啊 真的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以前的时候 就没有去深入 去解这一段的话 只是这么一读 西严氏以女弃苏良河 就是他那个深刻的毅力 你体悟不到 然后后来就是 我们当时这几个 这几个人 就是把这一块啊 就是一块 就是去 把它又找到了以后 又去学习 然后又突然就发现 就是又体会到 这个就是师父讲 这个论语啊 就是前面 就是这课程也讲到 这论语四科呢 就是讲了 这个论语的一本 论语就讲了四个科目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第三个是正式 最后一个是学文 那我们通过学习论语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 把这个五伦五常 然后这个修身 这些 这些这些 也可以说是这些 怎么行使吧 放到佛家来讲 就是神语义的这个行为 我们要照着这个 生前教会 遇到他导证 我们修正了以后 我们的目的是更好 是为了更好的 把这个日子过好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 就是 学生这一点体会啊 就是体会到这儿 然后就这个问题呢 就是希望师父 开解一下 这个孔老夫的这个姓氏 是他就是说 他按他这个家 是他说姓书 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他孔子 这个孔老夫的这个姓氏 他是应该是怎么 就是我们怎么来 他是姓什么 这一点 希望这个师父 这个慈悲开示 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通过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 体会吧 遇到这些静缘 然后呢 就是几个同修 在一块这个 在探讨呢 就毕竟这个 现在都五十左右了 五十岁左右了 就是面对的这个 生活 就是家 家庭当中 已是这个夫妻之间的 这个和谐关系 再一个就是啊 面对这个老人 面对这个孩子们 这个尤其是 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 还有这个 择业啊 这个包括这个 成家呀 这一块 择偶 就是遇到现实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 这些问题 再去回光返照啊 就是这个 我们通过听 听老法师的这个 讲的这个丹丁科主啊 就是也知道 像前边这个 那个学长分享的 就是三个根 一部无量寿经 求生净土 但是我们听经 听了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家庭的问题解决不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还是 没有解明白的地方 我们没有对弄的得力 就像师父讲 我们修行 对弄得力 要先从近处 就是先修身 然后再齐家 也就是说这个 刚才这个 不爱其心 而爱他人者 这师父老讲 这就教会我也是非常 这个受益这一点 慢慢的就知道啊 应该是如何去修行 如何按照这个 永远到尽 如何这个 这个 之所先后 则尽道义 这是师父老讲的一句话啊 就是学生 就是慢慢的 就是体悟到 就抓住这个 修学的真正的这个 也如何核心和宗旨 就现在慢慢的 能够清晰一点了 然后就在回光 就是去 回光去 反观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 从听明白 就是说是啊 这个 我们想求生净土 我们想 想什么 就是这个 想成功 向这个道业上成就 我们要有根基 就老法师讲的 三世诸佛 精英业正英 都是建立在这个 三福上了 那三福第一福 师长也介绍 我们要从这个 孝亲尊师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后来就是我们慢慢的 就是在通过 听师父您的这个 讲的这个 第四规呢 慢慢的就是 又去体会到啊 这个 敬业三福 就是这三个根 我们把这三个根去 例行到 就是做到的话 我们才在 才在扎上第一福 就是这些 观点啊 慢慢的 越来越清晰 越去这个 就是明白的时候啊 照着去做 然后才发现 为什么不得力 就是因为 根基没有 人轮 没有做到 就是这些 生活当中啊 包括家庭当中啊 就是这个 人情啊 就这一块都不懂 就是事法都不通 这也是得力 就是不得力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再去反观 就是我们就是 学弟子规啊 就明白着了 要从弟子规上去 把人根扎上 我们就是 去总结的时候啊 就是发现 我们从一开始 学习到现在 已经六年了 就是我们六年 没有间断的 就是不能说 就是那么 每天都都不断 就是一直在 断断续续的 这六年 没有间断 弟子规的学习 然后我们现在六年了 就是 就是加上老法师的 这个讲的经教 在现在啊 遇到师父您的 这个真的是啊 这么一个圣缘啊 遇到您这位 这个善知识啊 我们非常的珍惜 然后结合您的 这个就是这种 在更深一步的 细致的讲解 再去融会 老法师的这个教诲 就是慢慢的 就是啊 就是体会到这个 就像刚才您讲的 就是前边有信解 后边要解刑 真正的就是 得到利益 就是也应该 就是应该就是 那个佛法讲的 信解行政吧 就是说 有信了 有解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后边我们解了 以后要去行道 但是现在我们 去总结的话 我们就是六年了 就要坚持到现在啊 就是这六年 就非常的感慨 就是现在啊 就是遇到这个善缘 遇到善知识的引导 然后在自己在静缘当中 去体悟啊 去把它印证的情况下 就是你需要去做的情况下 哎呀 六年的时间 才刚刚有一点 就是刚刚有一点 对弟子归的这种 这种就是 有点感觉应该说是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再去反观就说 哎呀 以前认为懂了 认为明白了 哎呦天了 就是突然就是感觉到 你认为那个明白 和你 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个 然后就说 真的是啊 现在才刚刚有一点 就是这么一点感触啊 就是什么 就是清教和生活 把它融入了以后啊 就那种 那种关照吧 好像才稍稍有 有这么一点 就是怎么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认知吧 也可以说 也就是说 这六年回顾以前 然后又去这个 慢慢去体悟啊 师父讲的这个 常识熏修 一门深入 哎呀 这个常识熏啊 就是听的时候好听 就是你真正去体悟到 这些教育的深刻意理的时候 那真的不是 真的是不是光光 认为明白就是明白 它需要一个时间 然后现在呢 呃 就是感觉 这六年的时间 就是这个弟子 学的弟子归啊 就是学的这些精教 真的是从 就是先从 就是这个 这个 做人做事 应该是把它落地 就是 就像师父说的 就是不是那么 一张嘴就是大经大论了 就是不是 谈旋风妙了 然后现在就是 体悟到 体悟到这一点 我们这几个啊 真的 非常的 这一点 谢谢 赵学长 好 谢谢 这个 知道 悟到 做到 得到 这个有 有一个过程的 那我们看 善之士啊 他会应激给我们 说法 你看李秉然老师说 白衣学佛 不离士法 必须敦伦净奋 敦伦净奋 你就要处理家里啊 团体的事啊 完全没有跟我们的 家庭生活 工作 脱离 脱节开啊 处事不忘菩提 要用菩提心 要用真心去做事 要在行解相应 把这个行都搬前面来 你看这些提醒啊 不能忽略的行 不能学高了 佛也在给我们表演 佛讲阿寒十二年 方等八年 大臣要奠基在 小臣 这些做人做事的基础啊 所以我们学佛呢 要看得懂佛啊 学乳呢 要看得懂孔子 他教的 他给我们表演的 所以不能忽略打基础 老儿上也应激指导我们 要先杀根 这个就是做人做事的根嘛 不然我们大臣就 等于是说没有 没有一层楼 两层楼就直接盖三层 这个会不稳固的 那现在领悟了 都不嫌晚 我们不要懊恼 哎呀 怎么拖那么多年呢 懊恼就是烦恼 转烦恼为补体 我们真顶悟道了 我们好好身教带动 解形相应 往后跟我们有缘的人 可能这个弯路 他们就不用走了 我们就可以护念到他们了 所以都没有坏事 那这个 刚刚您提到的就是 孔子的父亲 这个 他的父亲是赎良和 有资料呢 上面是说 明和 自赎良 那他们 这个孔子 姓孔 那孔是他们的姓 好 所以 应该他们是姓孔 是孔姓嘛 那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比较 权威的资料 那我 我们这些 有一个基本对 释迦牟尼佛 对孔子的认识 这个是 有需要的 那更重要的 要把他的教诲 给掌握住 把它用出来 好 那当然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的后代 连孔子都不认识了 也不知道他教了什么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很危险的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嘛 没有文化了 现在外在的环境 又是功利享乐 可能我们 子孙辈啊 就随波逐流去了 那这个我们就失职了 子孙虽语啊 经书不可不读啊 这个我们得 让孩子 接上五千年的智慧才行 不然我们失职了 但是这个 接上不能强迫他们了 强迫他们可能 适得其反了 要透过我们的身教 让他们 看到我们的改变 他们产生欢喜 产生信心了 这个缘分呢 就发展得很 自然的 很正向的发展 好 谢谢 赵学长 那从 今天几位 忍者分享 我们学习 还是要 善于去体悟 善于观察 自己的状态 自己到底有没有受用 你副讲 副讲到底有没有受用 你不能走刑事去了 那 副讲的方式 也不是死板的 比方说 副讲完 大家就今天 副讲的这些意理 来谈谈了 我是怎么落实的 我是怎么用的 不然 不然像刚刚刘学长提到的 学了那么多部光碟 真正遇到事 不会处理 所以假如说 最后留一点时间 怎么用的 大家互相切磋 探讨一下 当然 讲出来的 还是要素而不作 不能 我觉得怎样 我觉得怎样 自己讲话的时候 也要有 老和尚的 这些教诲的 依据 都是跟 五轮八德 跟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的 意理都是相应的 这个讲出来的话 这心境 都是跟他们相应的 都是跟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相应的 不能耍计谋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